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歌唱家陈思思抵达两会报道,陈思思当天身着一身军装,必一张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标识。 据媒体报道,陈思思今年两会带来两个提案,一是设立国家文化日,二是推进网络直播的规范化、法治化。 陈思思提出,在10月15号,也就是总书记讲话的这一天,是另一个国家文化日,全国各地、全国各民族都展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我们的国民文化素养得到提升。 对于网络直播火爆而凸显的问题,陈思思希望能通过提出的这个提案解决网络直播中的色情以及内容低俗的隐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